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 二十九號合體新主持立委 候選人鄭正前在入口敗票 距離大選只剩兩個禮拜 候選人積極跑行程拉抬選情 此時檢方查出鄭正前中央核心的 輔選幹部涉嫌讓中國介入臺灣選舉 在臺上大談兩岸旅遊 他就是鄭正前婦女後援會會長 太多次主持輔選活動 檢方查出今年八月到十月之間 他邀請里長等地方人士到中國旅遊 甚至時速通通用對岸落地招待 接著中國統戰部門人員 就開始宣傳兩岸一家親 以及支持特定政黨候選人 一次企圖干預臺灣大選 就是大概就是兩萬左右 因為他們行程內容不一樣 有些是五千十一 有些是七天六夜 事後新竹地監署 並傳喚二十五人到案查證 張定男子以及韓信女子 分辨十萬元二十萬元交保 面對質疑政政前競選總部回應指出 尊重司法調查 但反對司法借選 強調韓女士是競選總部的熱心志工 本身也是旅遊業者 對她個人與旅行社的相關事務 並不知情 事實上韓信女子過去曾幫助前新都市議員 謝熙成會選 最後謝熙成被法院判決 當選無效 韓信女子也被判 尤其突襲兩年 緩刑五年 現在逃涉嫌配合中國 介入臺灣大選 讓真正錢捲入風波 三天新聞 張惠黃振傑 新主堂報導